日本政客的涉台言论是极其荒谬的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军部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就把地理临近作为一个主要借口 在21世纪的今天 日本竟然还有一股势力鼓吹这一逻辑 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 我们要对此表示高度警惕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的罪责 更应谨言慎行 日方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